欢迎来到美厅 见不得你好的人不是外人 恰恰是这三种熟人 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最亲近的莫过于身边人 除了亲人就是朋友、同事、亲戚、邻居等等 年少时总想着多个朋友多条路 但越往后活却越发现 有些关系与其在浪费时间和精力与之纠缠 还不如割舍掉 只因为很多时候 见不得你好的人 往往就是身边那些最了解你的人 一你落魄了 就各种看不起你的亲戚 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总有那么一种亲戚 远到八杆子打不着 尽到兄弟姐妹 他并不是冲着你们的亲情而来 而是你有钱 他和你交往 你没钱 他会很少跟你打交道 甚至还背后四处嘲笑你 你要相信 这世上见不得你好的人 远比希望你一切顺利安好的人 要多得多 岳云鹏就曾说过 在我成功之后 每次回老家 自己都感觉非常难受 因为他发现全村的人 没有一个人替他说好话 自己的乡亲提起他来都是不屑 甚至还讥讽他能够成名 是因为运气好 其实什么本事都没有 人心险恶 就在于此 你过得好 他们嫉妒你 你过得不好 他们讥讽你 东野归吾曾经在恶意中写道 我恨你抢先实现了我的理想 我恨你优越的生活 我恨当初如此不屑的你 如今有了光明的前途 只因为人心中都觉得 好运应该眷顾在自己身上 他会觉得大家都一样 凭什么你就能过得比自己好 凭什么你会超越自己 却根本看不到他人背后的付出 更把自己的怨恨 发泄在自己的一张嘴上 人穷不怕 怕的是心穷 遇到这样的亲戚 你也没必要放在心上 要知道 人活着 心胸越开阔 越能看到别人的好 越会接受他人的强 越会让自己的未来路更宽 因为一时的嫉妒 背后编排他人一些坏话 甚至做一些不理智的事 只会让自己的路越走越窄 也会让福气远离他 所以 这样的亲戚 还是少联系比较好 在他们眼里 亲情是很淡漠的 他们的眼中 只有利益 二 你比他日子过得好 就打击否定你的朋友 看到过一句话 因为你过得比我好 所以你有罪 因为我不如你优秀 所以我要毁灭你 讽刺 又现实 多少朋友 看到你比他强 表面上一副恭维的模样 背后里 却各种打击否定 甚至可盼着你 有一天能跌得惨一点 还记得曾经一个朋友 生意失败后 曾经有一段时间 他萎靡不振 每次大家想聚餐 让他开心下 他都会找了借口 不想参加 后来才发现 曾经围在他身边的一个人 在我们眼中 他最好的朋友 却在饭桌上 各种嘲讽他 对他各种否定 让人听了很不舒服 过了两年 朋友又投资了其他 日子渐渐缓和过来 那个人 却又频繁出现在他身旁 对他各种吹捧 找他帮各种忙 这种人 也是让人眼花缭乱 人哪 真的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但若你身边 有了个这样的朋友 你好的时候 他来巴结你 你不好的时候 他诋毁和讽刺你 也真的不是一件姓氏 总有些人 他见不得你好 你比他有钱有能力 就四处造谣 拉财你 你过得落魄 就各种讥讽 编排你 所以识别朋友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千万别活在他人 对自己的看法里 时间最能看透人心 遇到困难的时候 最容易看透朋友心 若你身旁有这样的朋友 能远离 还是远离吧 相处越久 对自己越没有好处 三 你比他得志 就各种极度编排你的同事 或许 平日里我们除了家人 相处最多的就是同事 只因为 吃穿猪用刑 每一样都离不开钱 都离不开我们赚钱的场所 本来 同事的含义 是大家一起共事 互相合作 但 有些同事 真的只是表面上和你有善 背后却各种捅刀子 算计你 尤其是面临升职加薪的历史 更是不择手段的踩低你 一家公司里某个部门有一个晋升的职位 本来就是由上级领导决定的是 这个部门主管 却自己做了主 甚至把有这个晋升名额的消息透露了出去 于是这个部门的一个小姑娘就告诉了自己另一个部门里 所谓的自己的闺蜜 这个闺蜜也是可笑 直到消息后 就开始私下里给部门主管发了一些私信 急进吹捧 不乏一些女孩子撩的话语 事后又把自己发消息的内容告诉了那个小姑娘 哪知这些私信内容马上被传遍了整个公司沸沸扬扬 闺蜜和主管都搞得颜面扫地 对于闺蜜而言 她没有认清的是 许多看似很美好的关系都是伪善 对于主管而言 不是自己权力范围的事要学会闭嘴 所谓得不配位必有栽殃 所以与同事相处 一定要谨言慎行 维护好自己的利益 学会沉默和闭嘴 不要被环境所困扰 遇到一些事 要学会保护自己 远离一些搬弄是非的人 也不要随意把自己的私事告知他人 要知道 有些人就是心术不正 他的心思不是用在工作上 而是用在算计上 他的聪明不是用在提高自己的能力上 而只是用在八卦他人的私事上 人心总是复杂 大多数人都是戴着面具在与人交往 他给你看到的都是你希望看到的 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 就是这个道理 现实生活里 我们总是感慨 许多熟人来坑你 反而陌生人会来帮助你 其实就是这个理 越是熟人 越见不得你好 越是熟人 越想算计你 越是你好的时候 他嫉妒你 你不好的时候 他落井下石 所以 一定要学会财不外露 低调做人 与人相处 保持好适当的距离 人与人之间 都是真心对真心 真诚对真诚 但若你拿出了真心 对方却给你的事算计 那么 这种关系 能省就省了吧 保持表面的和谐 就是对他最大的尊重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